有请编剧部主任何广志 其实我并不是本场的主持人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领导 抢了我的火 很久没有演出了 所以我就利用领导的权利 强行给自己加了这么一个环节 就看得出来 我虽然不会当领导 但是会抢风头 他们说你会抢风头 就会当领导了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现在这个状态 就不光是这个穷人诈富了 还属于是小人得志了 所以在这个演出开始之前 我就先简单讲两句好不好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是从小就有一个 给别人的开业剪彩的 这么一个梦想 我就觉得别人 给我地上剪刀的那一刻 我接过的 就是大家对我社会地位的认可 所以说我今天 既然当上了这个领导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 我们编剧部再次营业 讨一个好彩头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来 上礼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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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俩有点被全情结婚的感觉 剪彩剪彩 我剪刀呢 我剪刀呢 再给我上个人上剪刀 你快一点吧 你快一点吧 你真拿我当李怡小姐了 我才是真正的领导好吧 抓住自己的身份 这么不恶心的力量 剪不剪了 剪剪剪 还没有说完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本期的主题 同时呢 也是送给大家的祝福 祝大家开工大吉 发红包了 有请李淡 大家好 你们是不是都 还是有幻觉的 纷纷地捡起了这个红包 对不对 以为有钱 就是纯纯的祝福 我们跟一站那个 非洲公司是一样的 只有祝福 因为第一期请完了 成龙大哥呢 实在是没有预算了 哎呀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两个多月不上班 这祝福都成啥了 亡免 我没有那么不想上班了 忽然这个是什么 工作不停歇 哎呀 开工大吉 哎呀 真的 人就是不能惯着 关时间长了 那就都想上班了 大家好 我是李淡 欢迎各位来到 由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的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从刚刚那个浮夸 又特别简陋的 剪彩仪式看得出来 在家闲疯了 一直是居家办公 终于复工复产了 大家呢 又能面对面的 相聚在剧场里 非常的开心 这一期主题就是 开工大吉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的 走上舞台来逗大家笑 所以我们也不要和说 直接请出本场的 压轴嘉宾 黄晓明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晓明 听说效果文化 复工复产了 首先 祝你们 开工大吉 哎呀 真的非常遗憾 不能亲自到现场 在这里也跟在场的 老乡们说声 对不起了 没想到都到录制现场了 大家还是在屏幕里看我 也希望大家替我 敬一下地主之仪 一会儿听脱口秀的时候 多笑笑 让全国的观众知道 在闪东印 多好客 多惹气 多好客 多惹气 其实呢 小明哥本来今天是能挨的 因为我们 我们的园夜 时间一直调整 所以这次只能是隔着屏幕 给现场的各位表演了 比较遗憾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就不用遗憾了 反正本来也是隔着屏幕 给你们表演 我们公司呢 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才能录制今天的节目 一方面呢 是观众朋友们呼唤 脱口秀的夏天 正式回来了 另一方面 再不开工呢 就要倒闭了 我们公司现在 除了快乐一无所有啊 一大堆的快乐 马上就要全砸手里了 每天一帮人就看着彼此 就是笑啊 也不知道是怎么笑出来的 现在终于是复工了 复工以后 当然脱口秀演员们 就恢复了真正的快乐 都恭喜彼此 太好了 太好了 现在咱啊 砸在咱手里的 就只剩下忽兰 让我们买的股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有时候也说不清 疫情和忽兰 哪个对我司伤害更大 开工大吉 我们聊一聊职场 这两年职场呢 有很多的热词 什么996啊 内卷啊 今天现场很多都是大学生朋友 还没有体验这些事情 别着急 会来的 裁员啊 什么的 每个职场人压力都非常大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嘉宾 智联招聘的执行副总裁 李强先生 下一位嘉宾 就是跟职场健康相关的 著名心血管内科医生 姚帅 帅 帅 姚帅都写在名字里了 对不对 然后姚医生来呢 也是帮我们脱口秀演员们看看身体 公司才几年 疫情战三年 好在员工的青春是无限的 跟我一起延迟退休 下一位嘉宾 是大厂程序员出身 叫水域 在互联网公司呢 做到了管理层 现在来讲脱口秀 江湖人称 忽兰2.0 跟大家打个招呼 今天呢 水域跟忽兰 两个人会好好的比拼一下 谁脱口秀说得更好 谁就留下来当忽兰 用你们的话来说呢 今天我们就把忽兰优化一下 迭代一下 看看谁能留下继续赚钱 谁又能顺利毕业 回馈社会 最后这位 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朋友了 Plasma 大马时尚女装品牌主理人 杨天真 天真出了本职场宝典 叫把自己当回事 教给很多职场新人呢 非常多跟老板谈判的方法 很多职场新人呢 也确实是直接去践行 其中这些方法 成功地离开了职场 做老板也不全是 我们小明哥这种霸道总裁 也有我思成功这种虚弱总裁 每次员工问成哥问题 他都说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当听到员工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成哥也会特别开心地说 可不可以对外假装说 刚刚这个主意 是我们一起想的呀 接下来又上场的这位水浴 大学一毕业呢 就去做个公务员 做了几年又去做程序员 在最年轻的时候 选择最稳定的工作 人进中年呢 又决定拼一把 非常的叛逆 没有想到这个叛逆 还有好结果 在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下 还没有被优化 说明了什么 说明环境可能还没有到 最恶劣的时候 当然是